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债券市场是否会阻碍特朗普的经济计划 随着共和党即将掌控国会 特朗普的经济议程似乎不再面临太多的立法阻力 他的减税和加值关税政策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然而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潜在的威胁债券市场的反应 尽管股市表现强劲 但债券市场却显示出投资者对特朗普激进政策 可能引发的通胀和国家债务增加的担忧 专家预测如果特朗普的财政政策过度刺激 导致赤字扩大,债券收益率将上升 这对经济将形成压力 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 过度的债务和不负责任的财政策略 曾让经济崩溃,教训刻骨铭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 特朗普必须谨慎考虑债券市场的反应 否则他的经济计划将面临严重挑战 投资者的信心将直接影响国债的需求及收益率 若市场对他的政策持怀疑态度 借贷成本将随之上升 对于一个以身陷债务的国家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所以特朗普的经济计划不是单纯的增长问题 更是一场在刺激经济与保持财政 可持续性之间的平衡博弈 只有在这样的平衡中 他的计划才能实现预期效果 否则债券市场的警卫将成为他政策的最大障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股市特别节目 让我们深入解读一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 探讨特朗普的经济计划 可能面临的巨大挑战 及美国的债券市场 随着共和党即将全面掌控国会 特朗普的经济计划 似乎在立法层面上遇到的阻力会减少 这位新当选的总统已承诺加大关税力度 延续企业减税政策 并对小费和社会保障福利引入税收减免 这些政策引起了一些财政鹰派的担忧 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增加联邦赤字 导致通胀上升 然而即便国会的阻力较小 另一股潜在的制约力量可能来自债券市场 尽管股市刚刚经历了一周的创纪录表现 标准普尔500指数 自选举日以来上涨约5% 但动荡的债券市场 揭示了投资者对特朗普的政策 可能刺激经济增长 但也增加国家债务负担的担忧 Yardini Research的总裁艾德·雅尔登指出 如果特朗普政府推动过度刺激的财政政策 伴随大量支出和减税 导致赤字进一步扩大 那么债券市场可能会通过推高收益率 来给经济带来问题 雅尔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华尔街分析师 他在1980年代提出了债券警卫这一术语 用以描述失望的债券持有者 对政治家和中央银行政策议程的影响 他认为债券警卫可能对特朗普的议程构成风险 美国通过出售国债和国库券 来资助联邦政府的大部分开支 这些拍卖为美国经济提供了生命线 而国债的收益率 被视为该国金融健康状况的及时指标 当投资者预期经济增长加速通胀 并预计美联储可能需要提高利率 以减缓经济时 收益率往往会上升 收益率的上升 意味着政府借款的成本增加 这一切让人不禁想起了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 当时过度的债务和不负责任的财政策略 导致了经济的崩溃 许多家庭和企业因无法偿还债务而陷入困境 整个国家的经济因此受到重创 如今如果特朗普的计划不加控制 可能会重蹈覆辙 在这样的背景下 债券市场的反应变得尤为重要 投资者的信心和预期将直接影响到国债的需求和收益率 如果市场对特朗普的政策持怀疑态度 可能会导致国债的需求下降 进而推高借贷成本 这对一个已经面临高额债务的国家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因此特朗普的经济计划 在未来的实施过程中 必须仔细考虑债券市场的反应 这不仅仅是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 更是关于如何在刺激经济的同时 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 只有在这样一个微妙的平衡中 特朗普的经济计划才能真正实现其预期的效果 否则债券市场的警卫将可能成为他政策的最大障碍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特朗普的经济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传统经济政策的挑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的经济政策往往遵循一套被称为 供给侧经济学的 原则强调税收减免和减少政府干预 以刺激经济增长 然而特朗普的计划 引入了一套复杂的混合政策 结合了保护主义和减税的元素 这些措施可能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 但长期效果的不确定性 使投资者感到不安 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政策不再仅仅是国内的事物 全球化的进程 使得美国的经济决策 对全球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特朗普的政策 可能引发国际市场的反应 特别是在债务和利率上升的背景下 可能导致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 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稳定 债券市场 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基石 其反应不仅是对经济政策的直接反馈 同时也是对全球投资者信心和预期的体现 债券收益率的变化 不仅仅是反映了业内专家 对经济健康状况的判断 也代表了全球投资者 对经济政策的信心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特朗普政府需要在推动经济增长 和保持财政稳定之间 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经济增长必须是可持续的 而不是通过增加国债来瞬间实现 否则 债券市场的反应 可能会对美国经济的未来 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甚至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 因此 对于投资者 决策者 和普通民众而言 理解这些动态市场力量的运作方式 理解特朗普经济计划的可能影响 变得尤为重要 只有通过理智的分析 和对市场反应的敏锐把握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才能在全球经济的复杂网络中 找到合适的位置 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关注 这些经济政策的进展 及其在债券市场中的表现 带给您最及时和深入的分析 希望今天的节目 能为您提供清晰的视角 和有价值的信息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债券市场是金融市场的一部分 专门从事债券的发行和交易 债券作为一种固定收益证券 是借款人如企业或政府 承诺在未来某日 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工具 债券市场为发行人 提供筹集资金的渠道 同时也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收益来源 债券市场主要分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 初级市场是发行人首次出售新债券的市场 通常通过投资银行进行承销 在这一环节中发行人获得所需的资金 而投资者获得债券 刺激市场则是以发行债券的交易市场 投资者在这里可以买卖债券以获得流动性 债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包括了政府、企业、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和个人投资者 政府是最大的债券发行者 其次是企业 债券市场的规模和深度通常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 发达国家的债券市场一般更成熟、流动性更高 债券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当时一些城市国家开始发行债券以筹措军费 现代债券市场的形成主要开始于17世纪 荷兰和英国首先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国债市场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 企业债券的发行量也逐渐增加 数据显示全球债券市场规模庞大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截至2023年 全球债券市场总额超过100万亿美元 其中美国是最大的债券市场 占全球总量的约40% 政府债券占据了市场的主要份额 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 增加支出的需要 债券市场的运作方式和利率环境密切相关 当市场利率上升时 债券价格通常会下跌 因为新发行的债券提供了更高的收益率 反之亦然 当市场利率下降时 债券价格通常会上升 这一特性使得债券市场成为投资者进行风险管理和资产 配置的重要工具 此外 债券也被用来作为一种对冲工具以减少投资组合的波动性 投资者通常将债券与股票等风险较高的资产结合 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 在经济不确定性增加时 投资者往往会偏好安全性较高的政府债券 这被称为避险行为 债券市场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如利率风险 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利率风险是指市场利率变动对债券价格的影响 信用风险则是债券发行人无法履行偿付义务的可能性 流动性风险指的是 投资者可能无法在需要时以合理价格出售债券的风险 总之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提供的资金支持和风险管理功能 为各类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金融支持 并在全球市场中维持了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特朗普的经济计划看似在国会获得支持 但与此同时 债券市场可能成为实施过程中的潜在阻碍 虽然共和党的掌控为特朗普提供了政策通过的便捷通道 但市场对于可能造成的巨额赤字和通胀风险保持警惕 这种情况让人联想到1980年代的债券警卫现象 当时投资者对于过度的财政政策持有警惕 从而影响了国家的金融健康 债券市场对于预期的经济加速增长和潜在的通胀反应敏感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被认为过于刺激而缺乏负责任的支出控制 市场可能会推高收益率 导致借款成本上升 从而削弱经济增长的效果 此外特朗普的政策如不加控制的话 可能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覆辙 当年过度的债务令许多家庭和企业陷入困境 最终导致国家经济的崩溃 这一历史教训提醒我们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层面 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在特朗普的减税和增加支出计划下 如果市场认为这会导致国家债务不可持续扩张 则其政策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 投资者对于经济增长和通胀的预期 会直接影响国债的需求及其收益率 从而影响美国的财务状况 最终特朗普的经济计划需要在刺激经济增长 和维持财政健康之间取得平衡 这里不仅涉及到如何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 更关乎如何确保国家的财政可持续性 倘若忽视债券市场的反应 可能会导致国债需求下降和借贷成本上升 对国家经济造成长期损害 特朗普政府需要非常谨慎地考虑 债券市场这一重要的经济指标 以防止其成为政策推行过程中的障碍 因此债券市场的动向应当成为制定 和实施经济计划时的重要参考 以确保经济增长与财政健康的双重目标得以实现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